经过一周加护病房的观察 瑞珍顺利的拔除呼吸管转入普通病房 主治医师增效组持续观察瑞珍的病情状况 特别是肺部功能的恢复以及疼痛是否改善 这将影响第二次手术的时间 我们在追踪的S官看起来 好像还是有一点肺部的一些积水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可能跟他营养不良 或是说可能他的一些 因为矫正造成的一些胸腔的一些热膜的刺激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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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让瑞珍早日恢复元气 营养师设计了特殊的餐点 也增加每日两瓶的营养补充品 在手术前 手术后 整个营养的补充 蛋白质热量等等的 都要非常足够 对他的手术后的发炎感染的几率 可以大大的降低 我吃了很多 六次每天 我喝了很多水 然后我继续走 我订阅我的心 所以我可以加油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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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过一周的休养 瑞珍每天吃五到六餐 体重增加了快三公斤 肺部积水也改善了 希望下一阶段的脊椎矫症手术 也能顺利成功 大新闻 刘蓉庄国雄 台北新电报道